欢迎回来华视最国际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 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 但是却非常重要 也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那就是新加坡这个小国家 最近竟然一口气跟德国买了四艘浅舰 这么一个小国家买了四艘浅舰 要做什么呢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德国的巴伐利亚号 在去年从德国的威廉港出发之后 一路就来到了亚太 那几乎把我们东亚这边 绕了一大圈 那么最近他已经从越南 然后慢慢的再到了印度这边 要返回德国去了 那么德国的这个印太战略 也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那而且德国的海军司令也提到说 这个还只是刚开始 或许在明年2023年的时候 德国会派出两艘军舰 那么这次没有通过台湾海峡 说不定明年会通过 这又意涵着什么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婷威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婷威老师您好 丽玲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看 这个非常有趣的航程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说 这艘军舰叫做巴伐利亚 那么它在去年8月2号的时候 就从德国来启程 那么它现在是一路的 我们可能就是说看到这个 就是它的路线图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 德国的海军司令薛恩巴赫就提到说 这是计划扩大印太的军事部署 那2023年也有可能会通过台湾海峡 如果德国的新政府同意的话 那我们来从这个比较 另外一张更全面的来看一下 德国这艘巴伐利亚号 它的路径图或许可以看出 德国的新旧政府 它的印太战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一路是从德国这边 一路走下来 经过苏伊士运河 然后到了阿拉伯半岛这边 然后一路就到了澳洲 然后到了达尔文港 然后到了日本 韩国 然后新加坡越南 这个行程 其实意涵着很多的政治意涵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 提问老师告诉我们 德国巴伐利亚号的这一段 非常特别的行程 它所蕴含的政治跟军事的意涵 提问老师 这艘军舰到亚太地区 到印太地区来 其实在德国内部引起的 非常大的讨论跟辩论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到底德国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 是什么 因为毕竟来讲 德国曾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战败国 那它对于军事对外的一些活动来讲 都会非常谨慎小心 特别是海军 因为如果当德国发展出 大海军计划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国家 他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受到威胁 感觉到非常紧张 特别巴巴利亚号在派出来的时候 是在八月的时候出来的 一直到了十二月的时候 各位知道在十二月初 我们的德国政府 换了一个新的政府 换了一个新的政府 那旧政府梅克尔政府下台之后 换成所谓的社民党 消失上台之后 到底他会不会延续所谓的 梅克尔政府的印太政策 那这时候就看到的巴巴利亚号 他的行为就可以代表说 德国政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很特殊的一个地点 就是说因为新加坡 它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家 但是为什么在2018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这个德国购买 所谓的四艘的潜水艇 而四艘潜水艇目前已经有一艘 已经建造完成而且下水 已经交付给新加坡来使用了 这艘叫做无敌号 那这艘无敌号原则上 已经在张仪机场这里靠港 那再加上所谓的巴巴利亚号 在十二月二十号南下之后 到了新加坡 竟然在新加坡过年 过圣诞节 然后再过这个新年 一直到了一月六号左右 才从新加坡往胡志明市去进行 那到了胡志明市 大家也知道说 因为越南它是一个南海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深所国 所以你看到这个越南 它本身来讲的话 非常重视德国的军舰的到访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现在大家认为说 到底德国在南海 它的角色是什么 在亚太地区的 印太地区的这个海上的角色 又是什么 这时候让人家非常的感到兴趣 是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从它的这个行程里面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张比较干净的画面 我们从它的路线图里面 看到它每一个停泊的港口 都有它特殊意义 是不是请提鞋老师来跟我们讲 它特别到了澳洲这边 然后到了达尔文 然后也到了我们的邦交国 帛琉这里 然后关岛 是不是这一些 它其实这个用意上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双边的合作 我们知道说德国 它的军舰巴巴利亚号 从苏伊斯运河进来之后 到了吉普地 也知道吉普地是一个北约国家组织 在这里会去整补的 当然中国解放军在这里 这也是它海外 中国海外唯一的军事基地 然后接下来到了迪亚哥卡西亚 这个是美国现在正在 这是英国的领土 但是是由美国在这边驻军 第五舰队在那边驻军 到了博斯这个地方 各位知道 博斯这个地方是澳洲很重要的 造船业都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军火工业的造船业 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到了达尔文 达尔文就是这个所谓的 美国未来在这里会进行 海军陆战队 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到了柏柳 柏柳以前是这个德国的殖民地 后来在伊斯大战的时候 战败交给日本 日本再交给 伊斯大战败之后再交给美国的 也是我们台湾的邦校国 然后到了关岛 关岛这个地方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美国重要的 第七舰队的一个驻冊的地 然后东京以及釜山 就不用多说了 这些都是美国有驻军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沿路来讲的话 即便他没有提到说 他跟英国或是美国的角色是什么 但是事实上他所停靠的一些港口 都跟所谓的西方国家的一个联盟体系 是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先请提问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买这个四艘潜艇 最主要的用意在哪里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我们知道说这个新加坡 他除了购买这四艘潜艇之外 另外还有跟美国购买12架的F-35 这是飞向先进的这个武器 另外来讲的话 新加坡同时也跟德国购买爆二的战车 坦克车 所以我们知道从2016年 我要讲一段故事 因为2016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知道说 在台湾有星光部队 新加坡来这边训练的军队 星光部队演训完之后 后来我们把他的战车 委托一般民间的公司 结果到了香港之后 结果被中国扣押下来 记忆游行 当时还引起了国际的世界 当时新加坡 就是赶快跟中国进行游说 而且跟中国讲一句话 欠东西没有人 再欠过年了 所以赶快还给新加坡 但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之后 新加坡就开始跟德国进行 所谓的庄稼旅的一个演训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会派员去德国受训 派员一年的话派两次 一次500人到德国去受训 那到德国受训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就从陆军来讲 从海军来讲 都跟德国有一个非常怜悯的一个联系 那这就是让我们在想说 到底新加坡的这个国防战略 在思考什么 从过往来讲 曾经发展说所谓的海豚战略 然后到后来的刺猬战略 一直到现在 李显龙所提到的独虾战略 那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就是看到了新加坡 为什么要拿到那么多的先进武器的原因呢 那我们在看到说 德国这一次来的时候 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会不会通过台湾海峡 结果后来他直接表明说 他不会通过台湾海峡 另外他也曾经要求要进入到中国的港口 包含青岛有两个港口进行访问 但是都被中国回绝了 那显然来讲的话 中国也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 你是在跟西方国家进行 所谓的印太战略的一个结盟 但问题是德国 他自己本身又非常小心 不敢是跟其他国家明目张胆的 进行联合自由航行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丽玲有提到的 他在不同的海域当中 他其实有跟某些国家 进行这样的一个双边的或者是多边的一个联合演习 但是那短暂的只是一个一两天的概念而已 那并没有说到了南海之后 跟美国的舰队跟英国舰队 法国舰队一起来执行 所以我们知道说 接下来德国未来 因为大家知道说德国的军火工业 其实还蛮强的 只是说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 捆龙所把它捆住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 那未来印度跟德国的关系也是值得观察 好 这个刚刚提文老师讲的这一段 德国巴巴利亚战舰的巡航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这牵动到好多国的角力 跟德国这么小心翼翼的 在行使他的印太战略 就是一直在欧盟的框架之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新加坡 因为我们就说一开始跟大家讲 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跟德国买了四艘潜舰要做什么呢 你不要小看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他的全球军力排行 很前面比菲律宾还要好 就是全球将近两百国家 他排名第四十名 他跟德国买了四艘潜舰 而且他也是有木兵制 有真兵制 那么刚刚提文老师有提到 这个李显龙有提过说 那是毒虾战略 就是要跟敌人同归于尽 那之前的国防部长吴作洞 就提到豪猪战略 就是要制造一个防卫距离 那另外有所谓专家提出海豚战略 就是要主动出击 所以新加坡这个小国家 他的军事力量比我们强得多了 所以请提文老师来跟我们解析一下 所以一开始就是说 他跟德国买这四艘潜舰 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对 刚刚你提到 这个所谓的毒虾战略 当然跟他未来的国防 这个所谓的政策方向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要更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第一个新加坡 他不是南海的绳索方的一方 因为南海的主权绳索方 大概就是越南 菲律宾 文莱 马来西亚跟中国跟台湾 那现在在新加坡来讲的话 他虽然是东协的会员国 但是他在这个南海方面 并没有海域的争端 也没有领土的争端 但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他必须在东南亚国家当中 具有强大的话语权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海域方面 南海方面呢 展现你的军事实力的话 你就可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一个论坛 那也就是说 新加坡他正着眼于什么东西 就是说他在区域中的角色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新加坡他作为500万人口的这样的国家 在东南海国家当中 这个当然人口数来讲 是可能是除了文莱之外 可能算蛮小的国家 那其他的这个领土范围 也没有像印尼跟泰国那么大 自己也不敢置居于 所谓的东南海国家最大国 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 他如果要取得南海的话语权 也非得要发展他的军事实力 是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 他买的这些潜舰 还有您刚刚讲F16 F30 不是要打仗用 是要表示说争取在这个区域的发言权 这样子 未来比如说南海有发生任何的争端 或是什么事件的时候 他跟西方国家结盟来讲的话 他有他的实力可以跟西方国家 而且立即的用 你看到现在目前美国也好 和各国也好 只要到了南海之后 要补给的地方 一定选择新加坡的张仪基地 那为什么不是张仪机场 是张仪基地 在机场旁边还有一个海军的基地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对各国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西方联盟策略 这个所谓的盟国之一 那对于所谓的中国来讲的话 当然就会看到新加坡 它是一个摇摆的一个策略 那这也是新加坡在外交 不说灵活的策略 对对对 新加坡也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比较成熟的一个外交作为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庭文老师给我们带来 这些非常精彩的解析 我们看到了新加坡虽然国小 但是其实军事的实力 可是蛮强的 一般评估都还比菲律宾来得强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德国的军舰 在新加坡这边停靠了好几天之后 继续它的航程 那新加坡也跟德国买了四艘潜舰 要争取区域的话语权 那最令我们台湾观众关心的就是 像刚刚德国的海军司令所提到的 到底现在这个德国的巴伐利亚舰 已经在回程的途中 那么2023年是不是真的会再派两艘过来 到时候是不是会穿越台湾海峡 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德国的印太战略跟欧盟的印太战略 这段航程非常的精彩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做追踪 非常谢谢廷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